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讲的是市场现在又活起来了 那我们之前呢,从最早的 那这个Borea Club,无聊猴 然后到其他的 这个也是比较蓝筹的 那蓝筹之后掉到第二几 大概就中层的 那现在的钱呢 中层的之后呢 再往下掉 再掉到所谓这个所谓 The Relative The Relative就是这种衍生性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Lava Lab 然后我们还要看到Doodle The Relative 然后还有好多看到Punk The Relative 那这The Relative最近呢 就是非常的疯狂,长得这么多 那最近稍微好像有到了一个钱 又回到蓝筹 那我们来看一下蓝筹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 那第一个还是先回来到我的Twitter 那如果你知道我的Twitter 你会看到Twitter这边 请大家订阅 然后follow 那我们Twitter这边常常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不同的新闻 那比如说昨天的话在NFT World 有400个人有办法在NFT World同时玩 那他们除了现在是PlayStation 然后还有在电脑 然后甚至你说Twitch上面都可以用这个所谓Minecraft玩 整个NFT World 那如果我们来看到我的Twitter 昨天也跟他介绍了一个就是 就是Hips 那我们都知道Hips其实是非常火 那等的就是让19号等他这个开始发售 那大家如果对Hips有兴趣的话 要进来看我这个video 那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现在发生什么事 OK我们看一下市场好了 你看市场Bore App现在已经快要80个亿子了 这真的是非常的夸张一件事 那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 人家讲说周杰伦已经进来买Pore App 因为马吉大哥送他一只之外 然后他又想要买其他的 那所以变成这个价格一整个又往上飙 所以之前大概还是五六十几个Eats的话 忽然间又涨到70几 大家如果看最近这两天 我之前涨了100个Eats了 他的那个地板涨到100个Eats 那又回到现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往下看 Doodle还是十个Eats 那周杰伦的熊呢 现在大概是六个Eats 之前跟大家讲说千万不要追高 要非常让小心 那这边有一些 LM Friends 3.25 LM Friends刚出来的时候 一个Eats就稍微注意了 那这个Hard Project Hard Project其实是一个老的 一个Project 现在蛮有趣的 现在有很多这些比较老的Project 大家变成说我之前这些Project呢 如果我有机会买了 那我至少我不会怕说 我是买到这个Rod Pool 或是买到Scan 你看像这个Hard Project 既然涨了百分之两万 百分之两万是什么呢 是他七天来的增长率 就他的量的增长率 那他Full Price 这个之前应该是零点 如果没记住应该零点几 零点一左右 对没错 这个之前是零点一左右 零点一很久了 那这也是一个音乐相关的项目 让大家有办法 音乐人在这边 有办法做一些音乐事情 那他从1月开始还是零点一几 零点一几 然后直到7月8号 大概是1月8号的时候 直接跳到零点一五 零点五 然后之后呢 就一点几 现在是一点三五 那你看他本身就是一个爱心 那其实他做的这个各方面 其实还蛮不错的 那当然除了这个The Hard Project 那我们就看到The World of Women World of Women 我印象中就是一个意思左右 现在已经四个意思了 那这个其实也是蛮厉害的 就代表说现在这个市场上呢 大家都把这些钱回到 等于是World of Women 其实这个也发很久了 你看这四个意思 你看这最早 如果你可以看到这最早 他最早是七八月 说是零点几 对我记得他最早是零点一几 零点一五 那他在一 他在一个意思左右 其实盘了一阵子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NFT 他的价格最高涨到四个意思 然后又回到一点几 他在那边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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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到这边到二 然后到现在已经四个意思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资金流 资金流从这些 又回到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些 我们不能讲说是老 但其实是比较老的一个项目 就是从八月份开始就有了 所以这项目其实现在慢慢慢慢的 就受到大家关注 大家回到这种所谓 比较蓝筹的项目里面 那我们之前讲你看 the independent the indifferent dog 你看我找到0.38了 Illuminati我也跟大家提了 那cool cat这就是 kudos 这个kudos就是cool cat 跟doodle 但其实这个就比较像 the derivative 之前应该涨到0.3几0.4 那这个地方其实大家就是要非常小心 因为像这种涨0.4 然后现在是一个回落的状况 像这种the derivative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是要非常注意 你的风险应该要掌握好 那当然就是vframe vframe之前应该涨到大概8个e左右吧 那最近又往上拉 所以到13个e 那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一个这个 这个叫做genesis creators 那genesis creators 在我的discord里面有跟大家讲 他这个其实这个项目蛮有趣 这边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那他其实是在mycraft里面 做了一个人物 那他除了mycraft里面人物之外呢 那就是他最主要他还有b 那他现在目前为止 他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他可以stake 他其实87%stake 那你看这边发了3800多个item 但是只有300多个在owner 为什么只有300多个人没有stake 代表是87% 就百分之十几的人没有stake之外 87%全部都stake 如果你把你的nft 你stake你上链 你上链stake的话 那他其实就会有eel 他的eel就叫做block block token 那block token的话 你可以block in the game lane 你可以去买地 那这边你可以看一下白名呢 那你看这个项目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之前我们alpha group里面第一时间有一句mean 然后讲的时候大概是一个e的 那一个e的那时候 我个人是没有第一时间进去买 但是我注意到真的行动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找到2.5了 就昨天找到2.5了 那其实我现在的话 其实就会等他回导 因为我觉得有几个东西会考量 第一他是元宇宙 然后第二他是onchain nft collection 第三他是用所谓的token 然后是可以debuy 这个所谓state 那我们知道如果在市场比较盘整 甚至市场 我个人认为现在市场还没有进入熊市 但市场在盘整的时候 大市相对比较弱势 那就许多这种debuy或者是有eel的这种项目的话 就是会有不错的前景 那个大家可以称好一下 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他有state 然后他有plotmate 然后他可以claim这个block 然后他whitepaper 就是他网站 那他whitepaper 你可以看到他讲什么 这是the first tool onchain nft enable pte 就第一个在minecraft上 那为什么一讲说minecraft 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概念呢 因为我们知道minecraft很多人从小 玩minecraft玩到大 那minecraft其实在全世界的玩家 就是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的玩家 那他现在在minecraft的这个生态上 那架构了一个一层 等于是架了另外一层 区块链的这次环境 然后透过区块链的环境 他等于是可以有再开自己的另外一个生态 但是完全是站在minecraft的 架在minecraft的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那他全部其实这个他onchain 这是有4096只 那他就是有这个人物 那他有人物有什么 有mouse 老鼠 青蛙 狗 猫 然后外星人 跟猴子 那他有不同种族 那当然他可以stake 那他可以跟你讲一下stake的模型 论stake多少的eo的变化 那他把他stake的公式给你看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minecraft的universe metaverse 甚至你看他plot cost formula 他每块地怎么算呢 那这个genesis跟他这个地呢 他都把公式告诉你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来看 那这个地 他现在的地的话是0.27 那我那昨天是稍微来这边看了一下地 地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 那再来的话 还有一个这边的vittles 那vittles我们都知道 他这个其实是从 Cybercon 他是Cybercon里面的VC Cybercon的Shark King 帮他们培养的 等于是他们帮他们制作Incubator 这复化机帮他复化 那最早出来的时候 他应该是在0.25左右 0.3 0.25直接盘得非常久 你看在0.3跟0.25之间盘得非常久 那也是到了今年 就是到了2022年之后 那我觉得他们是因为 他们本身跟不同的项目有做 这种cross branding 就是跟Kaiju啊 然后跟Cybercon 然后跟各个比较大的一些 Community 那就可以看到Community做一些活动 那他本身其实他里面后面的成员 很多都是Cybercon里面出来的 他Founder其实Cybercon出来的 那看他就是也是走一个可爱风格 那这个东西其实还蛮有潜力的 之前我 阿发哥里面讲的一般都是0.2 0.3以下的话就叫大家可以参考 那我是个人是第一时间没有买 就看到现在应该是0.8了 那看来是应该是蛮有机会一直往上涨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Littles 那再讲一个Swanberg Swanberg这个其实也是个青蛙 那这个青蛙其实也发蛮久了 但他价格之前一直都是停在0.2 0.15 0.2 也是到了过了新年之后 然后价格从0.25 然后开始涨 早上现在是0.74 然后现在跌回0.64 那这个其实也有在World Wide Web 3.0里面 那这个青蛙可以在World Wide LAN里面 在里面玩 所以这个其实你说Littles 然后Cybercon Kaiju King他们这种Pixel Art 他们其实现在有一个整个Littles 一个联盟概念 那这个项目其实 当初我个人是没有 也没有去Mean 那他也是所谓可以State 你看他也有所谓Cross的这个B 那他将来他也是会有所谓3D 然后有VXVersion 那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 你看Yield 然后Burn Duce 然后Shot 3D 然后再来讲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蓝筹 叫SubDub 那大家应该比较有经验的 这些投资人都知道 SubDub大概之前也是跟大家 都讲说这是一个蓝筹 但是蓝筹 他其实他的起伏蛮大 他之前最早 他其实很早以前就出来了 对 他在7月的时候就出来 他那个时候都是0.2级 最高的时候涨到 大概整块5亿 然后中间又别笑玩 那其实我们的group里面 其实在大概去年年底 就开始讲说 你这个蓝筹的话 你们不要小看他 他其实蓝筹的话 还是会变成蓝筹 所以大家如果跌回来 有机会的话还是要进场 我个人是没进场 但是你看他这个 现在这个状况 到1.95 那我觉得他随时 半分钟 这边很快就可以 再继续看到前高 情况大概4个亿 他只有办法达到4个亿之后 应该在两倍 就是到8个亿 甚至有机会上10个亿 因为他后面community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强 那基本上 今天这一集 就先跟大家讲到这里 那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现在市场这么火热 那很火热的时候 我们如果手上有钱 那我有钱 那我要去追这些最火的呢 那其实那个逻辑应该是 我不想要我投资被骗 那我想要投一些相对的蓝筹 那这些蓝筹其实已经发出来很久 在市场上得到认可 那得到认可这些项目的话 等会拉回 都没有人理产的时候 我们进场 那这样是不是我们风险利润的比例 会更漂亮呢 我们相对非常非常低的风险 那我们利润非常非常高 那比如说以最后一个 subtop的一个 当一个case来讲 它最早是0.1几 涨到了将近4个亿 然后又抵回来 那如果你抵回来到 以下你有机会去买 那买到的话 到现在 那是不是很不错的交易 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关注订阅点赞 Twitter 然后Discord 请加入Discord 我们Discord好朋友 大家里面讨论 那还有我们的YouTube 那希望这个视频 给大家带来一些 不错的一些 这个价值 希望你喜欢我视频 谢谢大家 Cheers